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就是这些交易的平台 在过去的一天股市实在浮动的太严重之下 非常多的交易平台都是有一个暂时的限令 所以对这三只股票的交易都是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所以今天在收盘就看到Gameshop是收跌了44.3% AMC收跌了56.6% Bad Bath & Beyond则是收跌了36.4% 不过今天在盘后我们就看到了像Robinhood 就说明天会开放部分的交易 所以在盘后其实又是上涨了 关于这方面我们会有更多的报道 请大家等一下下 那不过由于我们现在看到浮动实在是太严重了 所以Nancy Pelosi也就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就说要全面开始审查Gameshop公司的相关交易的问题 这当然就是要讲的比较广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那今天股市看到的市场比较相关的消息呢 就是上个礼拜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是来到了84.7万 是比原本市场预期来的好 但是在目前整个就业环境上面的这个数字还是不好看的 也显示出来目前在美国疫情底下呢 就业的环境实在是非常不友善 对于这个就业的群体是非常不友善 而且在恢复的过程呢还是相对缓慢的 还有就是美国2020年的全年GDP是萎缩了3.5% 这个待会我们也会带大家来一起关心 几则比较短的消息 纽约州的疗养所到底实际死亡的老人数字是多少呢 今天纽约州的检察长詹乐霞 Alerta James 她今天就发布了对于州内疗养院的新冠控制的 错举方面的调查报告 就显示卫生厅公开的数据 低估了大约50% 疗养院实际死于新冠的人数 而且多数的疗养院呢都没有办法 依照政府给的要求来进行防疫 所以这个数字呢是非常惊人了 有一半的死亡的人数都没有经过报告 再来呢就是目前疫情紧张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航空公司 目前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加拿大的民航公司Air Transit 在今天就宣布 在今年冬季下半剩下来几个月当中 所有往返多伦多的国际机场的航班 全部都会取消 那另外跟加拿大一个是这个相关的消息呢 就是疫苗的消息了 虽然说现在欧洲欧盟说要限制COVID-19的疫苗出口 而且辉瑞呢也是暂停了在比利时工厂的生产 但是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他还是对于所有的加拿大人可以在秋天打上疫苗 是相对有信心的 他认为呢在秋天之前 9月底之前 应该所有加拿大每一个公民 都可以完成施打接种疫苗的目标 目前来自辉瑞公司的36.3万剂疫苗 是原本下个礼拜应该能收到 原本是有这样的一个数字预测 但是在辉瑞进行了比利时工厂的部分停产之后 还有欧盟现在对疫苗出口限制之后呢 只能收到7万9千剂 就是一个礼拜 不过对于特鲁多 他希望可以在9月底之前达成 全部加拿大人施打疫苗的进程 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呢就说到加拿大就来顺便说一下 在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 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对于护照上面的限制呢 就是你只能有单一国籍 那香港之前不在此限 不过在港版国安法之后 目前中国会在香港严格的执行国籍法 也就是不再承认中国人的双重国籍 那有非常多的香港人 其实是有加拿大的双重国籍的 所以就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看到了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的这个发言人查特兰 就对于在海外的加拿大人 尤其是港籍的加拿大人是十分担心 就以电邮来回复环球新闻 这不是环球日报 是环球新闻 是加拿大的一家报纸 叫Global News 就是说呢 中国开始更广泛更严格的执行 1980年定立的国籍法 拒绝承认中国人的双重国籍 所以如果你拥有这个香港的特别的护照 以及加拿大国籍的话呢 就呼吁你 未来你请你只要使用加拿大的国籍 否则 如果你不只用加拿大的护照 你用中国的护照 到时候你加拿大国籍流失的话呢 那加拿大政府可能是爱莫难助 对你接下来可能在这个 香港所遇到的问题 加拿大的驻港办公室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来帮助你了 所以如果说您是有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 这可能是必须要注意的 再来呢我们就看到 美国在今天跟大家宣布的 74年来最差的GDP的数字 到底是有多差呢 美国在2020年的全球国内深层总值 也就是GDP是萎缩了3.5% 是在过去74年 从1946年以来到目前看到的最差的表现 也是在过去11年来当中看到 首次全年的负成长的数字 所以新冠对于美国的GDP的影响 的确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看到的这个数字减息呢 除了政府还有房地产市场以外 基本上所有的行业的产出 去年都出现了下降 消费支出3.9%的降幅 则是从1932年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 所以比我们刚刚说的1946年 还要再更长远呢 那目前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 每个礼拜申请 新的申请失业就基金的人数呢 在这个礼拜来到了84.7万人 我看观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午安 虽然说跟原本在市场预期的 这个礼拜会有的首次申请失业就基金的人数 是要来的比较好看一些 低了一些 但是呢在疫情爆发之前 在美国申请失业就基金的人数 从来没有超过一个礼拜70万人 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 所以现在的情况 虽然说跟三月比起来 慢慢看起来在失业的人数上面 是有慢慢转好 但是不代表说现在美国已经拖出了困境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拜登他现在最主要的关注点 除了疫苗之外呢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推动1.9兆的纾困方案 在这当中当然很大部分是会往疫苗的采购 还有分布这方面去做这个疫苗的预算 那另外很大部分呢 就是给美国民众还有小企业 中小企业们 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资金的补助 那商务部这边呢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在去年四季度 美国的经济年增长率4%的速度增长 但是呢 本季度的经济将会以4.4%年增长率来增长 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可以实现5%以上的增长 不过这个并不是一个 大家看到之后就应该要放心的一个数字 主要还是跟现在病毒的演变 还有疫苗到底措施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及时是有个比较紧密的关联的 那目前疫苗是不是真的可以到夏末秋初 可以完全施打到所有的美国人的身体里面呢 目前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未知数 而且对于拜登的1.9兆的计划 国会到底会批准多少呢 今天上午我们也是有看到各媒体的一个猜测 拜登政府是不是要把1.9兆把它分成两批 那今天下午的白宫记者会当中呢 Pasky也就是国会的 就是白宫的新闻部的发言人 他就说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目前还是希望可以在两党之间取得一个共识 希望1.9兆 当然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不过目前的目标还是要把1.9兆 这个非常巨大的经济刺激方案 让它纯述通过 那所以呢 对于目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 拜登他今天就是十分担心 他的1.9兆的刺激方案是没有办法通过 所以他今天呢 似乎也是打电话 给缅因州的参议员Susan Collins 来通了电话 来了解一下 目前共和党这边的声音是如何 我们也知道Susan Collins呢 她是在共和党内 比较温和派的一名共和党人 她在今天就告诉记者 她跟拜登总统的通话呢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通话 也跟她认识了非常多年 另外呢 在Ohhio的参议员Rob Portman 在这个礼拜也是跟拜登进行了通话 所以是不是对于共和党的立场 可以有点软化呢 目前起来 可能可能这个也许有部分的议员是支持 但是绝大多数的议员呢 还是相对反对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 民主党人他们可能要来准备通过一个 叫做预算协调的独立程序来推进立法 这当中可能就是民主党内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会不会像我们原本所看到的1.9兆 所有他希望可以涵盖的 领域全部涵盖呢 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全部都被通过 那所以如果说民主党人要向他们之前 所上发出来的讯息 他们要自己来通过这个法案 以预算协调的方式来独立推进法案的话呢 那对于两党之间的一个融合 那绝对是没有帮助的 那今天下午拜登他也开了记者会签了行政令 这个行政令呢 主要是针对俗称Obamacare OG健保的可负担健保法的登记 而且呢要来挑战加入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叫做Medicaid俗称白卡的标准 所以要怎么样来进行呢 应该会在 应该会在2月15号开始 你有90天的时间 可以到healthcare.gov的这个网站上面来进行申请 为什么拜登他非常的紧张 要把这个俗称OG健保的登记再次开放呢 通常大概是只有每年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让民众开放 主要就是因为在现在新冠底下 非常多的民众是失去了工作 当你没有工作的话呢 也代表公司所给予你的健保会随之而停止 所以对于目前没有工作的这群民众 他们需要OG健保的这个需求性又更大了 所以拜登他希望可以在12月 2月15号 再来有一个90天的window 让大家来注册 可以让大家在健保上面 如果说你失业了 至少在你的身体保健上面 还有另外一个可以给你的补助 那目前就是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到2月15号到healthcare.gov上面来进行登记 好那再来呢 我们主要看一下今天这个最关注的就是 这个GameStop也就是游戏驿站 这只股票所对市场以及美国政坛的影响 我们今天下午呢就看到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 如果您关注民主党的这个政治人物 以及在之前民主党的党内初选的话 我想您对Elizabeth Warren应该是蛮熟悉的 他今天在下午我们截稿之前就接受了CNBC的访问当中 就是非常强烈的抨击美国政交所 美国政政交易委员会SEC 就说他们在目前眼看着这个罗宾逊的平台 搞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乱子 却完全没有来进行监管 他的批评呢不只是针对罗宾 罗宾汉或是罗宾逊 就Robinhood的这个平台上面所造成的乱象 而是对于在过去的这个十几二十年 SEC其实不仅是川普政府 还有欧巴马政府对于底下的SEC 对于市场上面的交易的不透明化 以及不愿意进行更多的监管的态度呢 是强烈的斥责 他说我们需要个更具有明确市场操纵规则的SEC 他也说到这一次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非常无所适从呢 就是在Reddit上面你所看到的这些人 你不知道他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势力 是不是非常有组织性的 是不是其实是其他的金融机构 希望要这个冲垮另外一家做空机构 你并不知道 你只知道表面上这个能量似乎是从一般的民众 一般民众喜欢的论坛当中所群聚起来 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像是这个乌合之众 出来的一个力量 跟目前我们市场上所看到的 对于这家公司的分析是完全没有办法互相呼应的 也让市场是完全无所适从 他说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力量呢 那就是因为SEC在过去的这个十几二十年当中 没有做好他们应该要的工作 不应该这么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的市场 虽然是自由但是还是要有一些必要的框架 那这个框架谁来设定呢 就是SEC必须要来设定 所以他说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 而且呢需要做好准备的需要去帮我们进行这个架构建立的呢 就是美国证交所的工作 他们完全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他们需要加紧努力 他说你看现在市场这么的混乱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手上有点钱 你希望可以来进行投资的话呢 你看到市场这么乱 你会敢进到市场吗 你应该是不敢 除非说你不然你就是对这个市场完全不了解 你以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可以赶快赚一点不用动脑子的钱 不然就是你背后其实有很大的资本 像这个如果说你今天去个casino去个赌场 大家都知道最后其实赢家呢 如果你数率上来算的话呢 那当然还是庄家到最后是庄家赢的 不论说你今天玩了几百 在当中你可能是赚了一点小钱 但是你要长远来看的话呢 到最后还是casino赢 他的意思就是 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有部分的做空的机构 好像是被斗垮了 但是背后这些资金其实还是流向的 都是这些华尔街的这个肥猫当中 这些都是很大的一股资金 就在这一群公司当中不断的来流窜 那对于这些目前大家觉得好像是 这个吐了一口气的散户 其实他们才是在这当中是被利用的一群人 或者是他们是不是被利用的一群人 我们都没有办法得知 就是因为SEC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 非常明确并且透明的一个框架 所以他今天对SEC的批评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 那对于他这样的说法呢 我们也看到Nancy Pelosi她说 对于这个乱象要开始进行调查 但是这个调查我想可能短时间之内 如果说可以调查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的话呢 可能制裁的可能性还是相对来的比较低一些的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除了Elizabeth Warren 她是非常的生气之外呢 还有很生气的是谁 就是罗宾汉的用户了 因为罗宾汉的这个平台在今天 其实在我们大家早上十点看到 这Gameshop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呢 就整个平台上面的交易就是被部分暂停 而且对于尤其是Gameshop 还有这几家大家要拱上去的股票 不同的平台是设下了不同的限制 所以呢也让今天我们看到这几只 要被大家这个焦点要拱的这几只股票 今天表现都是相对惨淡的 那今天在盘后罗宾汉的这个平台就说 从明天礼拜五开始 我们会有计划允许有限量的来购买这些股票 会继续监视局势 而且可能根据需要来进行调整 所以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今天在盘后游戏驿站就在盘后上涨了将近40% 那还有AMC上涨了26% 黑莓上涨了8% 所以明天又会是一个多volatile 多这个大起大落的一个这个补盘呢 大家明天就拭目以待 但今天罗宾汉是受到非常大的抨击跟压力 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来禁止你的用户进行交易 当然就要说回到就像脸书跟Twitter 他们可以不让川普在他们平台上面来使用 今天你是一个私人的气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要跟谁做交易 所以今天罗宾汉他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实你要这个拿这个宪法 或者是你要拿法律来治他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就对于在对民众的观感上面 还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些institute 大的金融机构以及散户们 他们所拥有的权利 现在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论点 用户当然是把罗宾汉是骂翻了 连bar store sport的创办人 还有美国众议员AOC都说 这个平台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AOC他今天的推文就说呢 希望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就此要展开听证会 他的意思就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只有华尔街的肥猫来整这些市井小民或者散户 散户永远是对不过华尔街肥猫 那华尔街肥猫每次赢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以他们有的资源 大家联合起来要拱或是要唱衰一只股票 从来没有任何的监管机构介入来进行限制 那为什么现在散户所引起的风潮 必须要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跟监管 为什么现在连整个交易的平台都要被暂停呢 这背后到底是 这背后到底是 罗宾汉他们自己的意思 还是有政府的高官告诉他们 你们必须要这么做呢 这是谁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还有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其他的角色 搅混在这当中 就是AOC他希望金融服务委员会 可以就此召开的听证会 所以罗宾汉呢现在已经就因为 GameStop目前是已经面临了至少两桩的客户的诉讼 所以在今天早盘 这个GameStop其实一度是冲上500多美元 那疯狂走势多次之后呢 就触发了交易暂停 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最大的输家到目前为止 应该都还是这些最冲基金被迫平掉空头仓的这些基金经理人 以及这些比较大的做空的公司 目前是已经损失了大概是数以十计的美元 那另外呢 Robinhood在今天稍早的博客当中就说 他们已经限制像是这个AMC 还有GameStop的交易 主要呢 就是你不可以再买了 如果说你已经买了的话呢 那你可以交易 但是如果你是现在想要在进入市场里面来买AMC 或是GameStop或是Blackberry的话 你会被限制 像是这个盈透证证 也是以这样同样的方式来操作 还有在线的股票经纪商 得美利证券 也是采取类似的行动 所以明天如果Robinhood重新开放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乱象 我们就明天再带大家来一起关注吧 不过目前 Robinhood可以说是两边都不讨好 那他们今天就说 我们现在致力在帮客户来一起度过这段不确定性 那这个不确定性呢 我想应该会继续持续下去 而且就像我们今天上午在华尔街网报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 相信这不会是唯一的案例 相信接下来呢 用同样的方式来拱一些目前被 看空的公司或是看空的股票的几率呢 应该是越来越高 而在当中如果SEC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框架 只是对于这些散户 他们在Rider上面的讨论来进行限制的话呢 那我想这可能散户一定是会进行抗议 而且像是AOC这样子比较在民主党内比较激进派的这样的政治人物呢 我相信也是不会善罢感受的 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来看到 目前这个共和党跟川普前总统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上午跟大家介绍过了 在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呢 其实跟川普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这个微妙的关系呢 就是他们不愿意支持川普来参选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但是对于川普 是不是应该要来继续在共和党内保持一个曝光率 还有来帮助他们在2022年的期中选来赢回参众两院的多数席 他们还是希望的 所以在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上面 我们看到立场是如此 但是在共和党内 其他的一些这个政治人物 尤其是共和党内的一些大佬呢 对于川普的态度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所谓比较大呢 就是在1月6号到目前为止 这段时间当中不到一个月时间 他们的态度呢 其实是已经转了360度 原本支持川普 1月6号之后呢 就每个人都出来进行了谴责 当然每个人谴责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 像是最明显的呢 就是这个McCarthy 就是众院的少数党领袖Kevin McCarthy 他在第一时间 他说他认为川普必须要负部分的责任 后来他就说 我这个没有这么觉得 那他今天呢 他就是身体力行 他到佛里达州去找川普前总统 就希望可以在这个以清门到访的方式 展现诚意来跟川普弥补 他这个之前谴责川普说的这些话 对他们两个之间关系所造成的伤害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其他共和党的一些议员们 现在对于要谈和川普的立场上 是越来越明确的表示不支持 所以在共和党内原本大家预测到的 可能会有的这个 希望可以跟川普进行切割的声音呢 现在这一派的势力 看起来是越来越弱的 他们有谁呢 就像是这个Nebraska的参议员Ben Sass 还有Mitroni 这Mitroni呢 他是从这个以前到现在 一直都是坚定的 共和党内可以说是唯一 常常是唯一的一个川普的反对者 还有这个伊利诺州的众议员 Edans Kensinger 他也是第一个表示 川普应该要被宪法 第25条说证案罢免的 其中一名众议员 还有像是这个Liz Cheney 也就是前总统Cheney的女儿 他现在呢 在众议院这边 他登高一呼 他是在众议院这边的 共和党第三把交易 登高一呼 他说他要赞成 弹劾川普之后呢 他现在自己是受到了 Matt Giggs 在他自己的选区 进行了想要把他罢免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1月6号之后 尤其是在川普被弹劾的程序 启动之后呢 共和党目前主要 还是要需要这个争取连任的 这些共和党人 共和党的议员们 主要十之八九态度表现出来 都是他们还是要跟川普站在一起 而且对于川普的这个阴谋论 支持的团体QAnon 大家现在看起来 也不是非常的积极 要来进行切割 这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 就是共和党的 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 叫做葛林 这个就是叫做 Marjorie Taylor Green 他是一个 目前在共和党内 可以说是比较极端的代表 他是一个签订的 这个阴谋论的支持者 而且呢 他在之前有非常多的发言 都是非常具有争议性 比如说他认为 这个Nancy Pelosi 应该要被暗杀等等 但他这个发言 虽然是非常具有争议性 而且他相信的阴谋论 是不受主流的这个名义 或者是共和党内主流的名义 所认可的 但是他现在呢 受到了奖励 他被这个McCarthy 提名进入争取 这个非常竞争激烈的 教育的委员会 可以担任其中一个成员 所以就在共和党的态度上面 明确可以看得出来 从McCarthy 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葛林 目前选择呢 十之八九 是选择要跟前总统 川普站在一起 跟我们今天上午 跟大家介绍的 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态度呢 是又更明确的表态 他们是站在川普前总统的 这一边的 所以就是目前在共和党内 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今天跟川普 继续站在同一个阵线 继续的去不断的吹捧 像是葛林或是QAnon 匿名者这样的言论 是不是会让共和党 越往越极端的一个方向走去呢 我想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比较温和的一个共和党人 你可能心里面会这么觉得 像是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在翘芝亚州的这个州务卿 以及他的这个玄务委员会的 这个高官 叫做Gabriel Sterling 他当时他们两个都是以 终身共和党人的身份跳出来 来批评川普总统 对于美国大选 尤其是在乔治亚州 这个大选流程 不切实际 而且是不真实的一个指控 就说我们当然我们都投给你 但是这次在乔治亚州大选 是完全公平公正 而且公开的 以一个完全没有事实为基础的 一个论述来攻击 乔治亚州这边完全是 符合法律的民选的总统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身为共和党人 我们都没有办法认同的 所以像这样子比较处于中间派 对于一些基本的法治 还有价值观 是有坚定的信仰支持的 这些共和党人 虽然说他们在两党走的 这个方向上面 他们是共和党人 但是对于基本人格上面的要求 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 在美国长大所有的一个框架下的 这群温和的共和党人呢 他们是不是在2022年的其中选 如果说共和党继续往挺川 并且挺这个Q阴谋论者的论点 继续下去的话 他们是不是会选择 他们不要支持共和党呢 这是目前共和党所面临到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不过可能共和党现在 他们觉得更重要的呢 就是他们要必须保护住 这个非常基本的 这个草根的民怨 支持川普的基本盘 这个他们认为 如果这个都保不住的话呢 那接下来要迎回到 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可能是更远了 这也许是目前共和党的一个考量 不过跟我们今天上午 所跟大家介绍的 在共和党的这个全代会 我们所看到的立场呢 是有点稍稍的不一样 那另外昨天不知道大家没有注意到 就是联邦的国土安全部DHS 昨天公布了一个全国性的恐怖主义报告 就示警美国人目前日益受到了 意识形态所引发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 有关2020年总统选举等不实言论 引发的不满情绪 可能会导致国内部分人士 未来几周会发动恐怖的攻击 这个呢 我想是令大家感觉到相对担心的 因为上一次DHS呢 发布这样的报告是在2020年年初 当时为什么会发这个全国警告呢 是因为当时美国暗杀了伊朗的军方指挥官 而且在暗杀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无人机去暗杀了伊朗军方指挥官之后 就警告美国我们要来进行报复 那这个报复呢 在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在推特上面有个非常迷样的一个图片 似乎就是对于这个前总统川普 可能他们想要来进行报复 不过现在这个账号 我们有观众朋友当时也是第一时间来指证说 这账号好像是假的 因为这个账号被禁了 但是其实伊朗的领导人 他的账号还是活得好好的 完全没有被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所以这方面呢就已经是成为一个罗生门 但是就要讲回来 DHS之前会发布这样的一个警告 其实是已经是一年多前了 所以隔了一年之后呢 在昨天发布了这个全国性的恐怖主义警告 我想大家是要相对注意的 在昨天的报告当中就说 过去这一年国内极端分子受到了防疫措施 选举还有警用警察用武这些多项议题的刺激之后呢 就进而驱动了国内的恐怖攻击 那我想这一部分能量的抒发 我们在1月6号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看到了 那这个警示系统是在2011年成立 是取代911恐攻之后 来对于美国人进行示警 那目前拜登的提名人梅欧卡斯 还没有获得参议院的认可 所以这次发布呢 是由国土安全部的代理部长佩克斯奇 他所发布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看回到科技的相关新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苹果要来推出全面的隐私保护选项 那这个呢就是正式的跟脸书之间 紧张的情绪就是继续燃销下去了 在这个苹果的新的隐私政策下之后呢 就你用你的苹果手机 你可能用部分的程式跟脸书的姐妹程式 比如说你用Instagram或者是你用WhatsApp 他可能都会跳出一个窗口问你说 你愿不愿意让脸书来追踪 你在我们这个网路上面 所有留下来的这些数位的足迹 如果你说你不愿意的话呢 那脸书他就不能追踪 你在平台上面 你所去过哪一些网站 你看过哪一些东西 或者是你的兴趣 或者是你使用的时间多长 或者是你人到了哪里 GPS定位等等这些呢 接下来都不可以被脸书进行这个存取了 所以这对脸书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上面的一个资讯 主要脸书 我们昨天看到的财报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那之所以为什么这么漂亮呢 就是在广告商在脸书下广告 他可以非常这个针对各个不同的用户 以客制化的方式来对他们推出广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在用一些脸书相关的平台 尤其像是Instagram 当然WhatsApp目前是还没有广告 但是Instagram跟脸书之间呢 你可以感觉到他真的是知道 你不仅仅是你可能看了哪些页面 哪些页面看的时间比较久 甚至连你讲话 我想大家可能有试过这个实验 如果说你今天你用你的这个 把你的手机放在你旁边 然后你就讲说你想要买猫食 这个是你完全没有看过的一个页面 你可能家里面也没有猫 但是你就把手机放在旁边 你就多讲几次之后呢 这可能当然他英文的辨识是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说猫食 他可能听不太懂 但如果你说Cat food 或是你说Cat nips 就真的我自己做的实验就是 他真的会在我的页面上面出现 所以这些对于脸书来说 非常重要的资讯 他是不是可以 当然这个用声音来感控 这可能是在另外一个 在另外一个不同的category 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标签底下 但是对于你的足迹 你喜欢什么东西 脸书它是可以非常准确的来定位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广告商 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广告商 他们没有这么多的钱来做广告 脸书的相关平台对他们来说 就是可以把他们的钱 发挥到最大效益的主要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脸书 对于一些大公司 在他们政治不正确的一些 这个政策上面 说要抽他们广告 他们完全不怕 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些小商家 如果没有脸书 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 他们目前所有的广告效益 所以如果说苹果要对于脸书的 这个身材最主要的工具 来进行一个拦截的话呢 那脸书接下来他们的广告效益 相信会下降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看到 苹果他们已经势在必行的 所以脸书跟苹果之间的关系 相信一定是会变得更加的紧张 所以苹果呢 在这个昨天我们看到脸书的执行官 Marie Zuckerberg 就像投资者说苹果对于脸书的业务 威胁是越来越大了 但同一天苹果就重申要限制应用程式 可不可以追踪用户的数字足迹 这个选择权是要留给用户 所以两者之间的这个 这个bip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我们看到脸书呢 在昨天的财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 就显示跟苹果一样 脸书在疫情期间呢 收入是大幅的成长 那Zuckerberg就宣布 除了我们现在跟苹果之间 我们是关系越来越紧张 而且这个疫情期间营收大幅成长之外呢 我们也要顾及到大家对我们脸书 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观感 那这个观感呢 就是觉得脸书似乎他们是不断的主张 要让人与人之间更接近 但是感觉好像都是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以利益为优先 就像是如果说您是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 或是您比较是自由派的话 你对于在脸书上面比较充斥 传递非常迅速而且广泛一些阴谋论 相信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那也会对于脸书在过去这一年当中的不作为 当然现在有作为了 但是这是在非常大压力之下的作为 被逼出来的作为 还有之前Marz Zuckerberg第一时间出来说 我们不想要当真实的仲裁者 这个种种的发言跟公关上面所做出来的行动呢 都让大家觉得对脸书的好感是越降越低了 所以Marz Zuckerberg在昨天就宣布 要在全球停止演算法来推荐政治性的社团 来减少显示政治性的贴文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脸书前十大活跃的用户或是群体当中 大概十个当中有六七个都是比较倾向保守派的 这个团体 而这当中呢保守派团体就不乏会有阴谋论相关的团体 这是让大家目前尤其是年轻人 对于脸书进而慢慢远之的一个主要关系 所以Marz Zuckerberg在昨天就说 他希望用户使用脸书呢 是可以让大家更靠近 而不是被政治 还有真而占据 这个也是目前推特面临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推特上面 各种人性的丑恶面全部都会显现出来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在推特上面你只要播一些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言论 都会吸引到各个地方不知道哪里来的非常仇恶的这个言论 都会出现 那这也是推特他们不希望用户有的一个经验 因为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下去 你就是只有想要吵架的时候 你才会想要去使用推特 或者是你想要来找一些比较具有正义性话题的时候 你才会去使用脸书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趋向的话 那你可能对这两个平台的使用就会大幅的下降 所以这都是目前他们希望可以避免的 那脸书再说回来去年第四季获利呢 是年增53%来到了112亿美元 营收年增是达到33%来到280亿美元 不过这个营收的统计呢只有到2020年底 所以在1月6号之后国会暴动之后呢 他们暂停川普账号使用造成的影响 现在还没有办法反映出来 不过虽然说脸书现在看起来地位似乎是非常难以撼动 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是以获利为首先考量的心态呢 在过去这四年当中 我想所有的使用者也都是有亲身的体验到 所以对他们的公私声誉已经造成伤害 在现在脸书他们说他们要停止 以演算法来推荐政治性的社团 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对他们的观感有一些改变 我们就拭目以待 最后呢就来看一下TikTok TikTok现在还不知道拜登政府要怎么处理TikTok 那不过现在知道在印度这边呢 应该要回到印度民众使用的这个 每天使用的范围当中应该是不可能了 那俄罗斯现在呢似乎也对TikTok是加紧的管理 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在上个礼拜六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 他被逮捕之后有非常多的民众 是从莫斯哥还有圣米德堡 到西伯利亚的远东地区 都在街头上面进行游行 那很多的这些民众呢 他们就使用上TikTok这样的软体在上面 来传他们当时的现场情况 而且并且彼此之间来进行联络 来进行彼此的鼓励 俄罗斯政府就说 他们当时是非常明确的说 18岁以下的人是不可以参加抗议活动 而且呢他们也没有批准 这样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所以任何的平台在上面 如果是煽风点火的话 如果你没有立刻的把这些内容下架的话呢 那你就已经是触犯了俄罗斯的法律了 他说总共大约是有170起的非法的呼吁 这些平台都忽视 那其中就包括了Twitter Twitter还有Facebook以及TikTok都在这个当中 是这个俄罗斯政府现在的黑名单当中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依照政府的要求来删除铁丝的话呢 最高罚款可能要来到5.3万美元 也就是400万的卢布 那所以如果说TikTok在接下来不跟俄罗斯政府进行合作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会被罚钱 我想TikTok可能并不是非常担心被罚钱 因为TikTok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资本的一个公司 但是可能会在意的呢 就是接下来是不是俄罗斯政府会非常铁碗的 就像印度政府一样来禁止TikTok在俄罗斯的使用 这可能性其实是比较低 但是罚钱呢 我想这可能性是蛮高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北美新闻 我是为人 感谢你的收看 今天是没有来围观 不过明天会有 那我们就明天下午大约5点的时间 北美新闻再见咯 那如果您喜欢华尔街电视的话呢 我们明天上午11点半也会有华尔街的网报 感谢您的收看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拜拜 by bwd6